台湾近年来受到空气品质下降的困扰 让天空总是蒙上一层淡淡的灰色 让人仿佛置身雾城 到底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空气污染是一个多面向的问题 问题也解决有它主客观的难力度 以近年大家所关切的PM2电池议题来讲 民众往往把目光以及焦点放在台中火力电厂 事实上大家都忽略了 台油车排放总量是全台电力液的3.55倍 汽机车是许多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但是经由柴油车所排放出来的废气 确实造成空气污染的元凶之一 如何改善废气排放问题 俨然成为现在最紧要的课题 根据2007年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 同样一公升的油 用在重型柴油引擎 跟用在汽油车 它们的污染排位量大概是20比1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 这显示柴油车辆 在PM2.5管制上的重要角色 滤烟气呢 目前是唯一有效 而且快速的解决方案 所以捷径科技就进入了这个领域 怀抱着能够为台湾空气污染问题 尽一份心力的李老板 将韩国制造的优质产品带到台湾 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产品的特性 我们捷径科技所代理的这一套韩国绿烟气 是最新一代的产品 那么整套绿烟气的一个构造 大概分为三段 这一段是燃烧室 这一段是DOC 这一段是DPF 整个的车辆废气从这个进气端进来之后 透过燃烧的再生的一个原理 那么经过这个DOC还有DPF的处理的作用 将整个废气可以干净的排出去 滤烟气 滤烟气分为主动型跟被动型 我们前进科技代理的是一个主动型的滤烟气 主动型跟被动型的差异在主动型的滤烟气 它具有燃烧室 而且它有碳化系的滤芯材质 所以它的效果是相当好 它本身有相当的绝对安全性 而且在行驶8万公里之后 PM2.5的消解率还能够维持90% 那对于车主所对关切的马力问题 我们也几乎可以忽略 台湾空气品质目前来讲是在太糟 我们在选择滤烟气时做了一些比较 捷径科技代理的韩国滤烟气 经过繁保署的认证 安全性来说是可以保证的 除了拥有多项认证之外 品海也积极参与政府推动的安装补助政策 减轻消费者的负担 我们希望除了目前对一二骑车的态化 还有三骑车的加装滤烟气 没有补助之外 对于为数更多的三骑柴油小货车 以及四骑车 我们能够持续地进行这方面政策 推展与实行 我们希望未来不需要再去关注 台中活力电厂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更多 更危害我们周遭的PM2.6问题 老旧的柴油车犹如一根小型烟囱 漫天飞舞的尘埃 肆无忌惮地挥霍着我们的健康 品牌期许用优质的产品 降低车辆废弃所带来的污染 让雾霾褪去 还给台湾一片清澈震蓝的天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